美国总统大选终极对决步步逼近 向驴两党隔空叫骂的情绪升温 最引人关注的要数总统拜登的垃圾论 结果让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捡到了便宜 利用拜登的口误坐上垃圾车 强烈回击 随着舆论发酵 美国白宫也没有闲着火速上线 澄清拜登说的垃圾 是针对仇恨言论而不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美国大选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民主共和党候选人争分夺秒败票 但在这个结果眼上 总统拜登助选时又犯口误 形容特朗普的支持者是垃圾 为选情蒙上阴影 逮到机会的狂人前总统 自然不会轻易错过回呛 星期三出席竞选活动时 直接坐上一辆白色垃圾车的架座 还调侃说 这辆车是为了纪念贺锦丽和拜登 随着舆论掀起 轩然大波 拜登火速在社媒贴文解释 他想表达的是 特朗普妖魔化拉丁美意的做法不合情理 白宫事后也试图对这个过激言论进行补救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0号公布三个摇摆 州的民意调查结果 贺锦丽在密歇根州和威斯康辛州领先特朗普 但在宾夕法尼亚州 两人的支持率是均力敌 都是录得48% 宾州拥有19张选举人票 是历届美国总统大选的兵家必争之地 特朗普在2016年横扫三个篮墙州 但四年后 总统拜登又收复失地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